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这件事可谓是引起了我军很大的愤怒 但是因为之前提到过优待俘虏政策 再加上都是女兵 我军很多人都下不去手 但是现在面临的窘境是 如果我军不枪毙他们 我军的伤亡会更加严重 于是张万年下了一道军令 要求以后看到越南女兵 绝不能手下留情 绝不允许他们伤害我们的士兵 虽然这种做法听上去有些无情 但是毕竟是战场 所谓的怜悯之心 随时都可能会夺去战士的生命 后来张万年做到了 正是他的这个军令 有效地打击了越南的计划 保护了我军战士的生命安全 但是他做的这些事 在当时也受到了别人的议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